好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點的馬力 在外面逢馬過馬 中心未來埋便透出 見到的就起點了 羽龍共舞 贏到掉了 大家好 接下來4月14日的跑馬地野菜 就會用B蘭的 那場五班的千八米 12匹正選馬入面 只有2匹上將賽後沒有被減分 連後備的2匹 都被人減2分 非常亂 而且有很多馬都是短途馬 未必夠強力 感覺上的範圍好像不太闊 如今1號馬開心日子 是7歲的拍賣會馬 在香港跑了49次 季來也跑了8次 有一個位置 一落五班馬馬上跑到第二名 就是谷草的千八米 這次下班 不知道會是用莫雷拉 還是繼續用巴道 還是潘頓 我想都是大師傅 感覺上這匹馬 好像跟潘頓比較合拍 而且跑田草千八二千米 好過跑谷草 但評分實在太有優勢 而且狀態一早已經粗起了 在這組裡應該是增性分子 這次下班 預計2號馬尖子 是6歲的自購馬 季來跑8次 兩個位置 入圍的時候 就是四班田草賽士 跑千六和千八米都能夠上名 但到了48分之後 就完全站在這裏 連續跑5次 8、9、10、11、12名 一條糖花筍這樣下去 感覺上好像下了這樣 而且最近3月21號跑完之後 只是一課快跳 不知道是不是狀態真的好像回落了 還是節省了體力去搏這場 下了5班 評分肯定有優勢 但跑法比較被動 而且這匹馬好像跑田草適應力 好些 看看到時會不會有雨 有雨的話就拖起來 如果沒有雨的話 應該會比較難 九歲老馬 君臨大地是來自法國的自購馬 季來跑了6次 一個WIN一個第二名 兩次都是在田草2000米獲得 好像以前跑谷草完全不行 一匹比較輪盡一點的馬 雖然他不是很大隻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好像跑田草特別厲害 而二彎跑谷草 可能因為留得比較後一點 整天都追不及 我也是擔心這件事 這場馬沒有捕捉 但是他也是要後追的 我怕是追不及的 但是如果計算狀態 和評分 在這組裡可以爭位置 贏不贏到 真的看臨場發揮 和看牌檔 我再說多次 是擔心沒有捕捉 幫不了他 四歲的紐西蘭自救生馬 勇敢動力 在香港跑九次 最厲害都是跑第四名 那場是12米田草賽事 時間很慢 而且也輸得很遠 下班之後 跑場1650米 近也不近 就算今次繼續用周俊落 感覺還未跑得起 可能還要適應一下 減三分 現在可能要到三十分左右 甚至更加低 下年才行 五歲的拍賣會 賣緣分 是來自愛爾蘭 季內有兩次拍得不錯 一個第四 一個第五名 其實上季季尾那場 千八位排第三名 真的不差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去到今年 完全沒有進步 2月6號排完之後 就沒有再出賽 而且一閘也沒有試 近排好像功夫好一點 在3月31號之後 連續拍了三次 連馬師還有自己親試 很重視這匹馬 但是狀態我覺得 好像還差一點 而且我經常說 這匹馬 而且下線是Hurriking Run 應該來得好一點 五歲的澳洲PBG 智聰明 閨內跑八次 一個win 兩個第二名 贏了馬之後 連續輸了四場 感覺上好像是狀態 好像下了一點 而且我之前也說過 他贏馬之後 跑過第二名 但是他的評分 真的沒有優勢 這次雖然路程正好 狀態真的下了一點 除非被他撿到內檔 被他在前面賺 如果不是應該難一點 六歲的澳洲PBG 獵狐張者 季萊雖然贏過馬 但贏過馬之後 狀態很明顯沉了 而且看血統 應該不是這麼長的馬 1200也是剛剛好 1400也不到 狀態好像還沒粗氣 我想需要減馬分 除了在Youtube 分享賽事拆局分析之外 我也有在以下 不同的社交媒體 和大家做互動 如果大家想 聊一下馬仔 和知道馬圈最新的資訊 記得去Facebook 找一下馬幾仙 賽馬心得分享及交流區 五歲的拍馬會馬 超殺哥 這筆馬我經常說 出賭賽都偷笑 來香港跑了六次 六次都輸得挺遠 最近跑了第八名 輸三幾馬位 但時間非常慢 現在下了五班 32分 感覺上還沒有反彈的能力 我認為可能要在20分之後才算 再減一下分 進了五分區 有排都還沒得 喜晉龍是五歲的拍賣會馬 歸內跑了一百次 一個第三 一個第四 兩個第五名 其實這筆馬跑泥地應該好些 而剛剛昨天 4月8日 跑了一場谷草 1650米 全程在外碟這樣跑 但他沒有虧到報速 而且他賺了報速 找到法力點之後 回來捱回第三名 不算很特別出色 但跑了1,800米 應該更加適合他發揮 而且昨天才是4跑完 六天之後又跑 估計廉馬斯應該對他的狀態很有信心 體力上應該沒有問題 是唯一擔心那個氣量 雖然我認為Indian Range下線 配負是Franco的兒子 長力應該沒有問題 但泥地會好些 不過臨場有雨的話 可能幫到手 提升戰鬥能力 狀態不錯 看看評分能不能夠再爭位 五歲的澳洲PPG 拖板精英 季來跑了六次兩個匹 在他初次入匹 即134倍入匹之前 我都已經說過 他的狀態根本粗氣了 但想不到那一場 差點贏了 連續兩次都跑到第二名 之後就散開了 3月17日跑完那一場之後 都好像感覺上 跑不起來狀態 當然這份馬能夠前置 而且這場馬真的沒有捕捉 對手也差 按牌面來說 怎樣都要四雄彩拖票 成功升區 成功升區是來自南非的自購新馬 現在五歲而已 但評分已經剩下23分 減到真的過了 應該感覺 不是減到過了 是減得很快 跑了11次 已經減了30分 不是 29分 即是52分 減下來 感覺上是完全不適應 沒有競爭能力 很生 如果可以的話 就沒辦法了 五歲的紐西蘭自購新馬 靚藤王 現在剩下18分 應該可以反彈 但這匹馬要跑1800 2000甚至2400 跑長一點 濕地特階馬 他能夠前置 但現在的狀態很明顯 不是上季贏馬時候的水準 雖然季內跑四次 一個第三 一個第四名 但稍嫌狀態不是最好的時候 純粹要靠賺個磅 因為這次是最低磅 而且蝕榜來跑 估計應該不會用小將 到時不知會配誰的大師傅 但怎樣計算都好 都只是一匹位置馬 應該難贏的 第一頭被馬劍聶峰 是7歲的澳洲自購馬 季內跑得三次 一個第三一個第四 狀態跑起來了 而且37分 很明顯評分很好 而且如果他能夠 像上次一樣配 周俊諾減多7磅 今次會很賺 因為這場馬 根本沒有報速 而且他氣量 千百米沒有問題 希望他報得出 就容易選馬 第二後被馬 智利共賞 是5歲的自購新馬 我說過很多次 這匹馬其實跑中距離 沒有問題 但是跑泥地 好過跑草地 不知道為什麼 死不肯再跑泥地 我就認為他就算報出來 也好 計算昨晚的表現 在這組裡應該很難起作用 大家好 早安 這場五班千百米 安排在頭場 看完排位之後 都覺得這場馬很混亂 一號馬開心日子 二檔 還要配搬頓 感覺上應該是可以爭一下Q吧 但始終這匹馬好像跑長些 例如2000甚至2200米好像好些些 這匹馬狀態都很粗 看看會不會下班就立即動手 我覺得怎樣都要做Q膽 不如這樣說 我預計他的賠率會過熱 所以我會拖Q 未必拿來賭WINPay或者做馬膽 搏他跑第三 二號馬尖子 減夠分 但近五場的表現真的差了一點 排上一檔挺難跑的 留著爆一段 我怕他追不及 因為排上一檔應該留到最後 他不像一匹純粹跟你跑一段的馬 應該要中置一點點才對 當然平均有優勢 但近況真的差 所以我就不選他了 三號馬 君臨大地 排了一檔 其實這匹馬如果排中外檔 可能好一點點 因為如果排一檔 而如果他起步之後 太過積極 跟了三四位 甚至是四五位 我怕會影響後勁 這匹九歲老馬 跟太前未必是好事 但計算馬 又是超班的 所以我頭五選又要選他 拖腳 QT腳 不會用來做馬膽 我擔心他如果跟太前 會影響後勁 四號馬 勇敢動力 配誰都好 減3分 暫時還未夠力水 五號馬 六號馬 智聰明 用到雷神 肯定鬥智鮮明 但排十當 今次會不會 在前面走去賺 我仍然覺得這匹馬 評分稍稍嚴朗 剛剛跑第十四名回來 我覺得狀態有少少回落 體力上好像不足夠 排十當 成為熱門的話 我寧願攻擊他 七號馬 獵狐章者 考這個路程應該問些吧 千百米嚴長 八號馬 瀟灑哥 一隻未近過的馬 減5分 等他近一點才算 九號馬 喜晉龍 排十二當 但上次他懂得在彎位走 今次看看他會不會 在彎位走 因為這場馬的補足 未必會很快 如他全程 都在包尾位置 二三疊 但如果他懂得在彎位自己踩油 我不排除他今次增程 二百米更加適合跑 上場的第三名 真是靠手騎士 今次希望他仍然會這樣做 彎位踩 六百米踩 那就適合了 希望他不要留到太後 但我估計都是 尾二尾三位置 希望他對面直路 七百米左右 開始望空 他走 應該可以偷到雞 十號馬拖板精英 其實是精頭精露馬膽 排了五檔 磅又輕 但跟方一般 很明顯不是之前上名士友的水準 但他跑法比較主動 輕磅 當好 我建議四同載拖 二十號馬成功升驅 又是沒有厲害 我猜是不是要減分 這匹馬是中距離馬 中長距離馬 但能力上不是很高 十二號馬 正藤王 平均18分 都不覺得很有優勢 但用到無險冬 減三磅 一一零磅 輕飄飄 如果排九檔 他能夠前置 或者自己放頭 我不排除 他能夠捱到 他一直第三名 這匹馬輕飄飄 近方 OK 狀態有作戰水準 但計馬計能力 只是一匹位置馬 純粹拼他輕飄飄 在九檔起步之後 另外切過去 或者可以捱到三四名 拖腳穩固點 看完排位之後 我的選擇就是 九號馬起盡龍 雖然他排外檔 但我拖他在對面直路 懂得自己踩油 一踩油之後 有權拖走掉 一號馬開心日子 樂斑 用潘頓排好檔 正路馬膽 但預料他會過熱 我放到第二選 好像合理些 第三選擇 我拖他半冷門 靚藤王 我猜可能有十幾倍 希望 希望有十幾倍 他輕綁 排九檔 沒什麼特別的步速情況下 希望他能夠起步之後 搶錢 自己貼籃順走 有權賺到 十武馬拖板精英 比較飄忽一點的馬 跟方不是最弱的時候 所以我只是放回第四選 三武馬軍林大地 排他的一檔 可以賺 是唯一擔心 他跟太前 騎樂武 這批是老馬 看看能不能找到 法力點 而且這場馬 好像沒什麼補足 他排他一檔 有權變死檔 因為如果對面直路尾 馬開始踩 內欄 只會由四五位 變成包尾 一退下去 他看不到 這些老馬 真的不夠爆 我建議拖腳 尖指和智聰明 好像是另外兩隻邊線的四重載腳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請記得給個讚 和訂閱支持一下